朋友们好,我是李医师 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食令食材被我们迫不及待的端上餐桌 现在的毛豆就是其中之一的保障食材 在炎炎夏日,如果我们没有胃口,想吃清爽的食物减轻脾胃负担 它就是特别好的选择 记得小时候,夏天傍晚坐在门口,吹着晚风 李医师吃着奶奶煮的水煮毛豆 那种满足感真是难以形容 毛豆这食材不仅味道鲜美,还富含丰富的营养 甚至被营养专家称为夏季第一豆 而且它还是血管味噬 我们先看看三福天吃毛豆的好处 第一,高甲、高膳食纤维 要想降压,我们就要高甲、低纳 毛豆就是这个季节的降压饱食材 还高甲、高膳食纤维 堪称双料冠军,对于控压很有好处 毛豆是妥妥的高甲食物 每100克毛豆含有近485毫克的甲 不仅如此,毛豆含有的膳食纤维也很丰富 堪称肠道的清道夫食材,非常适合中老人使用 第二,保护心脑血管 灶热的三福天也是心脑血管病高发的季节 毛豆里含有的甲元素,可以维持我们心肌正常运转 它里面还含有一种磷脂,对血管也非常友好 可以乳化血液中的油脂,将其代谢出体外 起到保护心血管的作用 第三,健脾清热 黄豆大家都知道它有健脾的效果 毛豆它同样也有 而且毛豆还有清热,生津止渴的作用 我们吃毛豆最简单,最原汁原味的方法 就是水煮毛豆 首先用清水加一勺小苏打清洗毛豆 可以洗得更干净 接着在锅中加入葱姜和大料 煮开后再下入毛豆 不加盖,小火煮八分钟 煮好后,趁热撒点盐 翻拌均匀就可以吃了 这样煮的毛豆不但入味,营养也最丰富的 第二个吃法,丝瓜炒毛豆 其实,毛豆和夏季时令菜丝瓜是绝配 不但味道更加清香 而且颜色也更翠绿 让零食欲大开 首先,丝瓜去皮切成滚刀块 再撒入一把食盐抓拌均匀 腌制一会 腌过的丝瓜不仅好吃 而且还不会发黑 倒入清水,洗去多余的盐分 接着水开后加一勺油 倒入毛豆煮个两分钟捞出 另起锅,倒入蒜末 小火边炒出香味 下入丝瓜 翻炒,断生后下入煮好的毛豆 加盐调味 最后淋入一勺淀粉水 大火翻炒入味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的丝瓜毛豆 颜色翠绿 好吃还不发黑 好了 朋友们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看完请分享给亲朋好友 让更多的人关注健康 我们明天见 感谢大家的支持